已經荒腔走板的台北市長選戰 那這場選戰呢 基本上就是蔣萬安VS周遇寇 陳時中VS周遇寇 周遇寇VS周遇寇本人 現在變成是由他在作為所有議題的主炮手 然後他的主炮手不只是打人家舊的往事 打DNA 甚至還推崇陳時中 然後你完全不知道台北市的選民 他到底要因爲什麼 進去投票的時候要投給哪一個人 我們要講的當然是在今天 陳時中不斷地在使出他的次元刀來切割 他說我跟周遇寇一點私交都沒有 欸幹嘛呢 你要講一點私交都沒有 那你當初怎麼講 好那時候的這個 不管是說一起去打疫苗 相約打高端等等的 又或者他說了 周主持人他要怎麼去講 我沒有辦法去做干涉 哇這個時候我今天聽到周主持人 我來回聽了確定一次 他說他確定是講周主持人嗎 沒有錯為什麼我要這麼疑惑呢 看到這段話 過去上節目的時候 他是怎麼叫人家 他叫Coco妹妹 那當然沒有問題 你現在此時此刻要使出切割 OK的 但就像是感情不忠裡面 最怕遇到的那一種小三來說 最怕就是遇到黏牙的 這一次看起來 這個周遇寇也沒有要讓陳時中給甩開 也沒有讓他進行切割 他還繼續跟他說他尊重他 他敬重陳時中 董哥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過去等麻吉 這不用講 不只陳時中 我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有多少人去那邊接座鑽 裡邊影醫師也是對不對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一波接一波 所有重大的政策都去那裡做宣告 那可以看到沒有去的時候 周遇寇也在他節目 發布了很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還沒有在記者會召開的訊息 所以這種內線要講說 陳時中和他沒有怎麼施交 那其實沒有人相信 可是我覺得陳時中現在他大概很可憐 怎麼講很可憐 他想切割又不敢切割 切割你得罪他以後下來怎麼樣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很多人都覺得說 哇那這場選戰 側翼的表現比主角還陸戲啊 他所有的攻擊非常凌厲 然後非常引起話題 可是這些話題 在台灣人的生活環境裡面 會覺得不可接受啊 你知道林志堅今天去幫沈慧鴻站台 他講一句話很有意思 他說我們這個選舉就是價值的選舉啊 各位朋友你看到什麼叫價值嗎 看到民進黨把抄襲的當作價值 蔡英文說前黨要挺他 所以高鴻安我們需要我們黨公職 所有人立法院黨團所有人的火力之言 現在你看到什麼叫價值了 看到周一寇所表現的是怎麼樣的價值 然後陳時中現在他當然也知道說 這個會影響他嫌疾 可是周一寇沒有放過他啊 周一寇還警報了他你不要怕 你們那些笨蛋不要亂解釋說他跟我切割 這是在放電啊 我看了哈哈大笑 他說阿中這個是在對他放電啊 我有時候講賢吉你碰到這種很陸戲的 側翼喔陳時中真的現在 我覺得他心裡非常坦樂不安 可是前黨也沒有人敢去制止這樣的行為 為什麼 因為你們過去跟他太熟了很多東西 都把柄都在他手上嘛 過去陳時中 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時候 他一直暗中放很多消息給周一寇做獨家 那周一寇也一樣 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政府或中央或怎麼樣 他都可以拿到很多標案 這是大家所共知的 後來呢後來有一次 曝露的消息太多了 陳時中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講了一句重話 做一個回嗆喔 別以為我不曉得你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在幹什麼 我手上是有東西喔 後來這些人又乖乖的 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們 疫情指揮中心在幹什麼 那大家都嚇到了 他好像知道了很多東西是 比較見不得人了 所以大家看到這一幕的選舉 會越看越激烈 那其實民進黨的中央 他現在的目標是放在高宏安嘛 黨中央都下指示了嘛 因為高宏安現在已經被打到冒出來了 那應該大家在趁勝在追擊 可是這個勝並不是真的勝 而是他認為他們有非常多的媒體 台灣的媒體90%是挺民進黨 網路95% 所以我們用這個去強壓高宏安 他態勢靈人 對不對 很傲慢 林喜耀說他非常傲慢 那我們要借機 然後再借著中華大學那些被他講的 我又不是中華大學的業界部 那種好像被羞辱的那些人 大家出來放高宏安 他現在黨中央的目標是新竹要拿下來 那台北市呢 台北市如果照這樣的態勢下 本來機會就不大了 因為我們看到所有的民調顯示 現在還是國民黨講萬安 那他的距離慢慢又拉得更大了 所以你現在如果距離沒有拉近 要再把它放過來很難 就我們長期跑嫌棘的人就知道是這樣 那現在周一庫他這些動作越來越多的話 我覺得陳時中他現在真的 割也割不掉 他不能公開講我要跟你切割嘛 那你不公開講他就一直在跟你放電 那現在陳時中變成無所遁倒 他每天出來就要被人家問 周一庫跟你交情怎麼樣 周一庫講這個怎麼樣 所以他的切割就用周主持人 他這些連到周一庫節目12次 絕對沒有私交 到那邊12次了 周一庫一直在放電 我們愛阿中 我可以幫你拉一票一百票一千票一萬票 阿中你不要逃 我要緊緊抱著你嘛對不對 那我可以幫你拉票 所以你也不要跑 那你如果看這一幕 真的是你今天 如果是在感情的戰場上的話 那這個怎麼講 這個你無所遁倒 因為你是一個活生生的候選人 你必須出來面對 你每天有這麼多行程嘛 那時候行程媒體都在問你這個事情 你變成要打怎麼樣都很難打 這是陳時中現在碰到的圍欄處 前黨也沒有人敢去講 也沒有人講說 周一庫 你是個兒子吧 那也沒有人敢去講 因為誰記錄他的話 他搞不好會出來修理誰 那今天碰到這種情況的話 就算民進黨碰到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過去養了那麼多側翼 那這些側翼 唯一平常能夠表現的最主要是嫌疾 我們嫌疾可以來挺你 側翼 網紅 然後媒體 網路 還有這些網金 民進黨就靠這些 這些人平常的貢獻 最主要就是要選現在選舉 可以讓民進黨的候選人贏嘛 那這一次你看到 他這樣的積極表現 現在很多人實在是真的傻了眼了 甚至利盈都很多人出來講 他講的話會不會太超過 會不會怎麼樣 有很多語言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所謂 這次的選舉 是在選台灣的價值啊 這是 這是我們林志堅今天講的 這次的選舉是在選台灣的價值啊 志堅兄 你那個 到目前為止抄襲論文也不道歉 你的價值在哪裡啊 你被你的大協 兩手大協把你的協位剔除 然後你到現在 還在站清白 他跟教育部申請 數驗啊 是還在站清白 他不認為他有錯 所以他繼續往上訴嘛 那如果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下 會發現民進黨 剛好就是台灣 價值崩壞的元凶 我們看整個社會的形態 看整個選舉 那種粗比的語言 然後看那些柔資的東西 甚至把一些無辜等人 抓出來培懼 只為了讓他們的候選人 可以得利 可是適得其反 那今天陳時中 他現在已經無所頓逃了 因為你走到哪裡 我們所有的媒體記者都會問你 你跟周一寇是什麼關係 那周一寇今天講什麼 你有什麼意見 對 他越想表現疏離 說周主持人 我跟他沒有私交 大家越不相信 因為過去的指證歷歷太多了嘛 尤其周一寇還去指證 說過去 講校園先生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忘了嗎 五天前他還訪問王碧勝 兩個有收有笑 王碧勝不只外譯耶 小孩生了都六歲了耶 而且民進黨還不赤把肘 讓他當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還讓他生對不對 衛福部的政務次長 那你民進黨的價值 我們都是用比較的來看的話 那這個黨簡直要讓台灣的價值給崩壞了 所以陳時中啊 或者你們民進黨其他的側翼 大家要看一看 台灣人不會再次的被民進黨鎖騙 當然周一寇認為自己也很有選戰經驗 上次他也選過台北市長 有劉柯仁在選舉 他拿了3372票 排名第六 我的朋友柯仕海都比他多 那一次的候選人 第一名郝龍斌 再來民進黨謝長廷 第三宋楚瑜 第四李敖 第五是柯仕海 第六是摳摳姐 那大家可以看到那樣的成績 不妨去看 民國95年的中選會上面有公布 那我覺得說 當然他有豐富的選戰經驗 可以告訴陳時中 我過去是怎麼失敗的 那我把失敗的東西都改了 我先來幫你打選戰 討好夢 首相披靡 只是披靡的對象是誰 大家不言可疑 大家今天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進月數了 就放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喔 大小鈴鐺